香港近年興起手工啤酒的熱潮 有不少手工啤酒品牌冒起 本身從事紅酒工作的David 亦是愛酒一族 平時更有致醃啤酒的習慣 他更在2016年創立吹啤啤 售賣各式各樣的手工啤酒 當時我也沒有任何酒廠經驗 我只不過是家裡致醃 家裡致醃是一個很小的容器 去發酵啤酒 現在一個味型酒廠都是200升 其實是一個自學的過程 所以都可以說是由零開始 在知識方面去慢慢摸索 David 指 釀造一個批次的啤酒 雖然兩至三個星期 現在吹啤啤一個月 可以釀製大概6500支啤酒 產量固然重要 不過David 亦相當重視啤酒的品質控制 在一個小的酒廠 只不然沒有精良的配備 靠自己的謹慎和記錄 謹慎就是你每處理一件事 衛生程序 你要抱著一個很嚴謹的心態 去對待這件事 第二就是你有記錄 你每次做的事 你希望跟上一次是一模一樣的 雖然你沒辦法 未必是實際是一樣的 但你起碼有個記錄 讓你知道原來 如果有少少跟上次出入的地方 你都可以追溯 究竟是否有些甚麼不同 去找出問題的源頭 吹啤啤除了有手工啤酒之外 更推出不同的發酵飲品 現在每月營業額已經有6至7萬元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推出一些 無酒精的飲品 例如發酵茶和冷泡咖啡 因為在我做一些 pop up的市集 我都會遇到一些人是不喝酒的 或者他們開車 諸如此類的原因 我都希望可以提供服務給他們 做到他們的生意 我都希望做回我們一個酒廠 發酵飲品的特色 所以我們最近推出了發酵茶 是一種健康的飲品 可以給予一些不喝酒的人選擇 對於吹啤啤的未來發展 David坦然有一個較長遠的計劃 就是在長洲開設一間啤酒酒店 既可度假 又可以享受一連串和啤酒有關的活動 其實這個概念 都和我以前聽過葡萄酒的酒莊 其實在外國很多葡萄酒酒莊 它不只是生產一枝枝蓬酒 它是有一個resort spa 當時我想直入在長洲 一個微型的酒廠 在長洲又可以來度假 亦都可以在啤酒Spa 吃下豬手 而閒餘的時間 亦都可以參加一些手工啤酒workshop 酒酒酒店 啤酒店 反應 後有個瓶酒 我們確認 火藍 OK 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